6月16日一早 八卦余迹摄影刘大锤在社交网更新一则动态 噱头十足的佩文称邓超当孙丽的面给别的女人送花 引发网友热议 乍一听还以为超哥胆这么大 敢当着老婆的面给别的女生送花 不怕娘娘吃醋吗 原来狗仔口中的别的女生正是两人的女儿小花 从曝光背景版来看 六天前18岁新二代小花邓涵一 参加上海儿童舞蹈中心举办的少儿拉丁比赛 邓超孙丽夫妇特意席儿子等等邓涵之前来助阵支持 一家三口虽说未准入场观赛 但一直守在门口至天黑 相信约爱拉丁的小花今次一定能取得满意成绩 据狗仔爆料称 当天下午三点左右 邓超一家三口去车抵达上海某中心大楼门口 孙丽母子与一位女助理先行下车后 超哥则是独自去找停车位 曝光画面中 只见娘娘孙丽身穿一袭纯白衬衫长裙 搭黑色紧身打底裤 头戴一顶余肤帽 胯背着红色品牌包包 休闲又时忙 孙丽站在门口草坪处与助理攀谈闲聊 不一会儿 邓超停好车匆匆赶来会合 见其同样口罩遮面且戴着棒球帽 身穿白色T恤搭黑色无袖马甲 一身穿搭十分接地气 一行四人随后往大楼内部走去 期间 孙丽还主动挽着老公的手臂恩爱前行 老夫老妻结婚十二年甜蜜如初 本月六月七日 孙丽邓超夫妇迎来结婚十二周年纪念日 前者晒出一张全家福感慨 不求与邓超的感情能有多轰轰烈烈 只希望一直平凡真实生活下去 道尽夫妻相处之道 彼时孙丽在温州剧组拍新戏 故而无法与留在上海带娃的邓超庆祝 今次女儿有演出 夫妻聚首 或许是等候的时间太无聊 邓超索性与儿子等等玩耍起来 父子俩感情深厚 玩得十分开心 一旁的孙丽则是默默注视 眼神中透着一股温柔 许久未见 十一岁等等暴风抽高 已长到爸爸邓超 一百八十厘米 肩膀 未来可期 至天黑时分 小花仍未出来 狗仔只好先走一步 事实上 这也不是邓超夫妇第一次看女儿表演了 早在去年202212月初 孙丽曾与老公一同现身小花学校的校庆活动 夫妻二人在台下一直忙碌 摄像记录下爱女跳舞时刻 别看邓超与孙丽是大排明星家长 可只要子女有演出的活动 爸妈至少一人都会亲自参加陪同 对于孩子校语 十分重视的孙丽夫妇 为一双儿女安排了贵族私塾学校读书 及大名鼎鼎的上海耀中国际学校 备受圈内新二代的青睐 据悉 这所上海顶尖国际学校 不仅招生条件严格苛刻 而且学费也不低 小学部约29万人民币 等等与小花兄妹俩一年学费 就要将近60万 而且还不包括杂费等 图片来源网络 清泉必山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